很多人认为特朗普会在下台前打一场战争 而且目标可能就是伊朗 毕竟迟迟迟美国大选 让特朗普心里憋着一肚子恶气 那某一个倒霉的国家开刀杀气 就是特朗普泄愤的最好方式 所以伊朗外长扎里夫率前表示 称特朗普正是试图的捏造借口袭击伊朗 其实扎里夫的担忧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尤其是在1月6日即将迎来国会联席会议 对选举人团票数进行清点 并正式的确认拜登在大选中获胜 这将意味着特朗普翻盘的希望将彻底的破灭 在这一背景下发动战争 并让自己成为战士总统 以此来让自己的总统生涯得以苟延长喘 似乎已成为了特朗普的一种必然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偷然宣布 放弃在湖庄庄园举行跨年的派对的计划 冲冲返回白宫 声称此举就是为了应对伊朗 有可能对美国采取行动 另外日前伊朗总统在发表新年的讲话时 给了即将向台的特朗普送去了临别证言 声称他再过几天就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 同时鲁哈尼还在讲话中提及了苏莱曼尼事件 扬夜要让美国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很显然没关系紧张的加剧 更是为特朗普对伊朗动手提供了借口 就因为特朗普在任期内能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谁也无法确定战争是否会爆发 而相对于伊朗而言 能否扛住美国 有可能的军事袭击先放在一边 至少在气势上 不能够输给特朗普这个过气总统 因此扎里夫随后对特朗普发出警告 称不要将新年当成美国人的纪律 当然扎里夫说这番话也有几分的底气 原因很简单 伊朗现在拥有上万枚 可以覆盖美国驻中东军事基地的远程导弹 伊朗虽然没有把握可以打赢美国 但这些导弹将会让美国付出代价的警告 却存在很高的威慑性 另外美国当下糟糕的局面 无论是经济还是军队战斗力 都无法支撑五角大楼 为了特朗普的个人失忆 对伊朗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更何况面对运有远程打击手段的伊朗 美国也承受不起对伊朗开战的 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想要对伊朗动手 就必须先掂量掂量 之后再就打算 民意一旦开战 美国或许可以打败伊朗 但只要其驻中东军队遭受严重的伤亡后果 任何军事主观都会别想再看下去了 弄不好还会被钉在吃鲁柱上 成为美国的罪人 所以特朗普之前曾有想法 对伊朗的核实设施进行军事打击 但包括白宫的幕僚和五角大楼却坚决反对 最终暂停阻止特朗普这分款的冒险计划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大总统 从此就会放弃对伊朗的军事冒险计划 相对五角大楼而言 谁要彻底的断绝特朗普对伊动武的念头 唯一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 但他在中东没有资本可以对伊朗动手 因此五角大楼刚刚做出了一项决定 让目前唯一部署在中东的航母汇国 在伊朗替苏莱曼里报仇的呼声喧嚣成上 在免疫紧张关系斗篮升级的敏感时刻 五角大楼却将这一地区唯一的航母撤中 这是在另外一届感到飞翼琐事 对此美联社不不诧异地指出 国防部持续将严重地削弱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力 并与需要展示武力威慑伊朗的理念完全相违背 在特朗普即将下谈 并极有可能对伊朗动手的背景下 五角大楼持续很快 引发了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 并得出结论称 这或许发映出 在特朗普倒计时支持 美国国防界对是否军事打击伊朗的问题上 存在很大分歧 显现了撤走在波士湾部署的唯一航母 虽然是特朗普所任命的新任国防部长宣布的 但应该没有获得特朗普的授权 更像是美国参联会和国会施压的结果 毕竟让中东无含母可派 就是断绝了特朗普对伊动物念头的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关键时刻 美国的军舰 特朗普军事袭击伊朗的计划 也顺告破产 五角大楼此举更像是在向伊朗发出信号 让伊朗相信美国不会按照特朗普的意愿开战 以此来换取伊朗在这段时间别给美国添乱 一切的1月20日拜登上台后再说 毕竟对伊朗而言再过十多天 特朗普政府就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了 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他给自己找不到头款 而相对于五角大楼的将官们而言 对于这么的一个即将成为历史的美国总统 他们实在更没有必要再继续给他卖命了 美国军事行动上的自相矛盾 其实就是特朗普政治困境的体现 单单从美国与伊朗的力量对比看 美国发动波士湾战争是亲耳预计的事情 在中东地区还有以色列这位最积极的支持者 但令美国无法施展军事手脚的是其他大国 美国寻找出兵的理由的另一个途径是在联合国 去年10月20日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就说过 呼吁安理会对伊朗追究责任 我们只需要决定这样做就可以 但中国俄罗斯都反对美国的解决方式 法国也不会支持英国态度模糊 当中俄等国要阻止美国在波士湾的军事行动时 美国必须考虑它是否能够承受得起战争的代价 现在不是1991年也不是2003年 再加上特朗普是一位三人总统 他缺乏发动战争的真正勇气和周密计划 就算他想孤注一掷 用军事行动扭转政治败局 前提还是需要伊朗先对美军发起攻击 2021年才刚刚开始 伊朗和美国就在进行着非常危险的试探 特朗普的军事挑衅就算失败 但也会给拜登重返伊朗核协议 留下巨大的政治障碍 波士湾笼罩在战争英零之下 对其他大国来说都是事关本国重大礼 美国的霸权思维一一孤行 使得波士湾战争风险至今无法真正接触 它就像一个火药桶 美国动不动就划根火柴扔过去 现在正值特朗普最后一步的时刻 所以双方在军事上紧张对峙并不奇怪 美国是没有决心打 依然是没有能力打 虽然战争雷声滚滚 但雨点未必会落下 只是要警惕有别的角色要利用这一时机 令局面走向失控 那就是以色列 但不管怎么说 以色列只能够建立于美国 然而美国已经没有那种一呼百应的地位 因为制约美国进行战争冒险的力量越来越强 美国的衰落从中东局势就可见一斑 不管美国政府在波士湾玩什么花样 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 中国能源线安全 贸易线安全 绝不能够依靠美国的保护 美国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只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才能睡得踏实 吃得安心 才能保卫自己的胜利过失 美国看到东风快递 韩母编队才会冷静下来 波士湾如此 全球各大战略要地皆是如此 感谢 感谢观看